大家好,DJ日记 今天这一段影片 我有很多东西 讲,可能要讲 很长的时间 包括 昨天刚刚 在电视那里看了 马拉松,香港马拉松的 比赛 我们呢 在香港 飞回来英国 搭飞机 航空公司的问题 在香港有很多新闻 包括 要用这个指定的垃圾袋 给钱买垃圾袋 在香港的时间 市面上真的比较静的 原来呢 成千上万的人 都是现在选择在北上消费 马来西亚 第二家园计划 哇 有机会可以得到个永居权 究竟会牵伸什么问题出来 有没有可能真的拿到永居权 回来英国 天气差得不得了 真的很多人 可能会抑鬱症发作 好了,进入正题了 大家还没订阅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 分享 按钟仔 还有有什么意见 喜欢我拍什么影片 不妨在下面留言区 告诉我 首先第一件事 就讲讲环保问题 在香港那里 早期就推出一路宣传 一路宣传 讲着就要每家每户 垃圾袋征费 就要去购买指定的垃圾袋 来装一些垃圾 然后才放在垃圾桶那里扔 前提 大前提当然是用环保来说 实际是否真的环保到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以前我在香港生活的时间 都是比较支持环保 那些垃圾会分类 分开纸皮 分开那些铝冠 分开普通垃圾 那是拿去扔的 以前我住过私人屋苑 都小小高级的 那在下面那里 就有三个不同的类型垃圾桶去扔的 接着呢 因为那些垃圾桶就在平台那里 平台附近有公园 有些游乐设施 我经常跟小朋友下去玩 有一次就发觉 咦 收垃圾的人 为什么他将那三个垃圾桶 拔出来 而将它倒在一个大的垃圾桶里面 就好像圣诞老人那样 就趁他走 由那一刻开始呢 我就知道 或者其实之前都有这个感觉的 环保只是一个借口 只是一个生意来的 叫你的人去做 实际做完之后呢 结果就是说 可能会省回成本 或者根本就分不了类 或者分类呢 他要很浪费钱去再搞的 只不过叫你去环保 环保完之后呢 他就将它倒在一堆 就有一堆的去扔 从此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做这件事了 在香港 因为觉得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还有被人找了 笨 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原来最后都不是做到那样东西的 是这次再回香港 就是为什么说再回香港呢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生活 已经是五年了 超过了五年 试过在马来西亚生活 试过在英国生活 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 他们的环保的工作去做的 那香港这一方面 究竟做得好 还是做得不好呢 我就不敢说的 我看到的东西有限的 但是不停不停是有做 还有想做 还有需要做 需要做给别人看 那 为什么香港的环保问题这么大呢 就是 就是我会觉得香港人的生活 就是上班 赚钱 赚很多钱 炒楼 赚很多钱 炒股票 赚很多钱 那钱多上来了 又有时间了 你知道香港是没有什么地方好去的了 除了去饮饭吃吃之外 就是去什么 买东西 香港这个世界 不断不断都是 买东西 甚至乎今次搞环保垃圾袋 都是叫你买东西 买垃圾袋 你要去买指定的垃圾袋 来去用 就是 由一个大的成判商去 买给你 你一定要帮他买 你不买他的垃圾袋 你就不可以掉垃圾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了 不断买东西的生活 已经是很习惯了 那你买东西就产生垃圾了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外出买东西 买买买东西 究竟是有没有用呢 就是 可能 我自己就 很多年前已经做这个检讨了 究竟 买那样东西回来有没有用 究竟是想要和需要 我经常教我的小朋友 究竟你 买东西之前要想清楚 那件事你是很想要 还是很需要 想要的 先想一下 不要买 想清楚之后可能发觉真的没用的 如果真的需要的 都想一想 究竟研究一下这件事 那个实用性在哪里 需要的 有多需要 真的很需要的 就要去买 买了就要用了它 不要买了回来 就放在这里 间不中 好间不中 有些小摆设的 OK 没问题 但就不要太多了 例如好像去旅行那样 在以前那个年代去旅行呢 就一定要买手信 买手信 买手信回来又怎样 送给朋友啊 买那些锁匙扣啊 买那些 明信片啊 或者买当地的食物啊 买回来送送给亲民戚友 那么慢慢慢慢呢 香港人去旅行去得多了 越来越多了 一年去三几次 去四五次旅行 那就少了 少了这些买手信回来 但是都会买东西给自己 因为经常觉得外面的东西 会新奇些 自己少见一点的东西 特别些 那就会想买回来 那买买买买买越来越多 你知道香港屋又小 看到有些朋友 他们屋里面呢 又喜欢草的东西 就是除了买东西之外 还喜欢草的东西 就是一个 一个卡通人物 那会可能 会存一个系列出来 然后存完之后 这些商家就聪明了 说存完了 又出第二个系列 又出第三个系列 不停不停地存 那家里有很多东西 就是例如 存车仔啊 存Lego啊 存Puzzle啊 存一些模型的公仔啊 那些Figure那些 一大一个 整座山那么大的 那些 整屋都是这样 香港大铸金尺岛 地方小的嘛 哇 真是存在存在很多的 那 所以呢 香港人买东西都挺夸张的 我觉得 尤其是我去过外面生活 去过马来西亚 在英国生活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的 那今次这个 垃圾袋 精费的计划呢 原意就是说 想 利用这个方法 减少一些垃圾 还有要减少垃圾的源头 就是说可能想一些商家 少些包装 少些用包装纸 就是可能我买个电话 有很大的盒子 以前有很多说明书 有很多没用的东西 就是那些 那些充电线 一年换一个电话 那就减了充电线 或者减了插头 那就叫做环保 那其实呢 真真正正是不是这样呢 做给你看 少了个插头 是不是代表环保呢 我就觉得不是 反而你说一个电话 你不要每年出一个款 你每年出一个款 每个款都是差不多的 好像某些大品牌 你看过去那三四年 每一年出的款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 用途都是差不多 那为什么一个电话 不可以用两年三年四年 或者五年呢 或者十年呢 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用家居电话 一个电话差不多是用一世的 是用到它坏 你才要换的 但是现在电话不是 不坏都要换的 换了就买出去 买出去 买出去呢 我想有很大部分 都变成垃圾的 或者去了第三世界国家 给那些 没那么贫富的地方的人去用 但是最后呢 变成垃圾 你想想每一年 电话生产商 生产多少电话出来 就是我自己都骂自己 但是我现在自己 换电话的频率 都少了 为什么我要换这个电话 因为我之前的电话 跌破了 破破了就要换 没办法了 但是如果没有破破的 用得到的 我都会继续用 那不是说少了个插头 就叫你每年买一部 少了个插头就是环保 所以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你叫他们 环保 就是说 少了个包装就是环保吗 我觉得不是 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做生意的人 就要赚钱 不停赚钱 不停想你买东西 不停很多广告 很多宣传 很多誘惑 引你去买东西 例如 好像 讲马拉松 刚刚昨天就马拉松 香港马拉松 超级不环保的 这个活动 其实可以很环保 为什么每年马拉松 报名之后 都要送一件衣服给他们呢 喂 我自己 都是玩马拉松 玩长饱 玩跑山 玩很多不同的运动 喂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说 我每参加一次 这些跑步运动 给了几百元报名费之外 之后 他就会送衣服给你 好了 这件衣服设计得很漂亮 在 在 所有的衣服里面 我会拿出来穿的 OK 都叫做成功 这个赛会 另外 其次那些 我每年参加十个比赛 二十个比赛 假设我每年参加二十个比赛 我只有一件衣服 我会拿出来穿 其他的十九件 基本上去到最后 我会扔掉它 有些甚至乎 连个胶袋 我都没开 就已经扔掉了 那些怎么会叫做环保呢 那些就是浪费 你把那三百元报名费 变回成一百五十元 你不要给那件衣服 但是不行 做不到的 因为 因为这些比赛 包括这些很大型的马拉松 或者一些小型的比赛 他们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 都是要赚钱 赚钱就要怎样呢 吸引你去报名 喂 我给了报名费 好像什么都得不到的 某一部分人 不是真的很热爱 那个运动的人 或者 某一些人 他们需要一些支持 支持就是什么 草衣啊 草奖牌 还有奖牌 那些所谓的奖牌 都不是一个奖牌 你都没有成绩 只不过完成了个比赛 就给你一个牌 这个马拉松 香港的马拉松 更厉害 你还没完成的 你报名就已经有个牌 叫做纪念牌 就是那一年度的纪念牌 完成了之后又多一个牌 就是你参加比赛 就有两个牌 再加一件衣服 然后再有一堆赞助商 或者给出来 或者卖出来给你们 那些食物 那些粒粒粒粒粒的 那些包包 那些电话帚 那些好像很有用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常常玩这些比赛 就会存在很多的 最后都丢了 如果最后 我打算移民 移居去帝国国家 我想很大部分的人 或者一半的人 都应该都丢了 我最敏的 最敏的 最觉得是很离谱的 就是 就是 你在电视那里看到 那些最快的跑手 电视直播 就是拍着最快的那几个跑手 一直就有个电单车 在前面拍着 或者在后面拍着 车着摄影师 喂 为什么那个开电单车 那个电单车 还是用电油 不断的噴死气 我跑第一名呢 追着你的电单车 不断的 全程两个钟头 多些吸你那些死气费 为什么不用电动的车呢 是不是没有的呢 其实现在 香港的是不是没有电动车 还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看到 某一两年试过 有些公司赞助一个电车给它 好像今年都没有了 今年都是只有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电单车 我都没有看到 总之我经常见到 那个电单车 三个车又有 有两个车 有条死气喉在那里 一定不是电车来的 喂 真是跑过真是痛苦 那说回头 全民要买垃圾袋 那些本来是4月1日实施的 那现在呢 这两天呢 又听到一些最新消息 就是可能政府部门先实施 然后就拖延了 拖延市民 迟些实施 那为什么呢 当然有问题 有问题才会这样 就是每件事去设计 去设计 去实施 你是不是能实施到 才行 就是很多很多舆论 我听很多新闻 就是过去这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 我不停不停地 每天差不多有八个小时 在那儿看YouTube 听新闻 听不同的资讯的东西 就会发觉 很多舆论就是说 你硬去做这个垃圾袋的收费 可能会有个反效果 可能有些人真的会选择 我不愿意给这笔钱 到处去扔 虽然你说到处去扔 会罚钱而已 但是你罚得多少 全香港几百万人 就是很多洞洞洞洞 可以去被人走到这些地方 就是等于 不依交通标志过马路 是犯法的嘛 但是 我会肯定是很多人 都不依交通标志过马路 例如在一些 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 或者不是那么旺的地方 你没有那么多人去执法 是没可能的 所以这个垃圾 精用胶袋这个事件 一定会引起很多人 去走这个法律 我等于不依交通标志过马路 那我就有机会 拿去楼下扔 或者拿去郊外 或者山卡拉的地方 乱扔 那这个也可能会 制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垃圾问题 就是香港可能 真的变成一个垃圾港 周围都是垃圾 在我的领域里面 我就觉得 要做环保 要减少垃圾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在宣传那里着手 在教育那里着手 就是小朋友上学 不只是学 加减乘除 不只是学 ABCD 都要学一些生活上的常识 如果你从小开始教他 再加上一些宣传 广告 节目 剧集里面加插一些环保的意识 我相信在十年二十年 花这些时间 或者几年的时间 可以教到一些人 或者整个城市的人 他们懂得 如何把垃圾分类 如何处理 就好过我硬要你去 去好像惩罚性那样 你要付钱去买 买环保回来 你不做这件事 我再罚你多些 你付钱去买 已经是一个惩罚了 我没得选择 我一定要找那个公司 去买他的袋 我不可以买其他袋 那是不是一个惩罚性 我跟着不用 就罚多些 永远都是惩罚性的 都不是自动去做的 那些人 第二个话题 就会说坐飞机 那说起坐飞机呢 其实都很多很多技巧 要懂得去处理 就是好像最近期 这两三个礼拜 就是香港国泰航公司 就不断去取消航班 其实这件事 就是对消费者来说 差不多是没得去选择 是好像我们叫什么 就是被逼的 就是我给了钱 买了一张机票 你喜欢取消就取消 要到 重要的 你知道去搭飞机 通常都是一个 要有预备 有计划的事情 还有我不是 只是搭飞机的预备 我要去订阅酒店 我要去拿假期 我要去预备我的 譬如我要滑雪 我又预备一些装备 那我要很多预备 很多计划去实去做 那但是我把机票买了之后 你到出发那天 去到机场 告诉我要取消 还要取消的原因 不是因为天气问题 不是因为一些特别的意外 我部机坏了 而是因为 我自己的航空公司 安排得不好 不够工作人员 而要取消 还要是明知的 明知未来这个月 每天我们都要取消二十多班航班 哇 真是 离谱到不得了 真是好歹幸 我们今次回香港 一年之前就买了个六甲机票 用了一万八千元 差不多是最贵的机票来回 在英国回香港一万八千元 那好歹我们那班机没有取消 那我们那班机应该都不会取消 因为我们那班机很有价值 很贵 很贵 因为他没有理由取消我们那麽贵的航班 通常都是取消一些便宜一点 距离近一点 或者没有那麽爆的航班 那所以呢 我就安心的 不是太担心 那但是其他的朋友 我认识的朋友 都有试过被他取消了 都有见到被他取消了 真是几惨的 曾经我们试过 曾经我们试过 坐这间航空公司 被他取消航班 那当时呢 就是我们在北海道旅行滑雪 那是冬天来的 那回程的时间呢 又是圣诞节 就我们回程之前 就是我们搭飞机之前那两天 就大风雪 大风雪呢 就封了整个机场 有一天 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呢 就那些飞机飞不到 那我们回程那一天呢 其实就是天气正常 所有飞机都飞到的 但是呢 他就取消了我们的机票 通知我们 但是那班飞机是有飞的 他就把那些飞机票呢 就给之前那些人 就是滞留了那些人 那些人搭了 那我们就无法搭 那 跟着 那行公司做的就是什么呢 叫你自己去东京 那里 我有机位给你上机 自己去东京 或者你自己买机票 你给你的钱 我会退回给你了 就是这样的 还要申请 那跟着我们呢 就去到 专专就去了机场 都照去机场 因为我们知道 被取消了 他都说明没得飞的了 还要告诉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飞 那我们都专专去了机场 就看看什么情况 就发觉 咦那班飞机是有飞的 我们那班飞机 直接是有飞到 但是我们只是没有位置 那跟着去查询那些 地勤人员 就问他们有没有赔偿 才说 给一张表格我们去填 就申请赔偿我们的住宿费 或者怎样怎样 那跟着 我们一路就 变成要多住两天 自己安排酒店 那幸好我们都保留了所有的单据 包括吃东西啊 交通工具啊 所有的单据都保留了 跟着我们就再找回机票 找了两天之后的机票 就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呢 就不断地用email 跟他用了很多时间 去理论追讨这些赔偿 那么呢 最后呢 都是追涂到一大部分的赔偿 例如酒店啊 或者吃东西啊 或者交通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给这些 航空公司去取消你的机位 而又不是因为 一些突发情况 天气问题 航机坏了 是他根本就一早知道 要取消你的机位的 记得要去争取回 应该有的东西 就是我给钱买东西 没理由就这样 简简单单 我退钱给你 就算了 就是我不是买个面包啊 现在 我是买一个行程 是买一个假期的嘛 是一个整体来的嘛 那说起 搭飞机呢 顺带一提啦 现在我们买机票的经验 都颇多的 就是在没有疫情的时间 正常我们一年都去几次的旅行 起码三四次 那我们都是喜欢自己去买机票 自己去找机票 找路线 找酒店 找玩的地方 那在过去的十年八年 就很流行一些apps 就是什么.com 什么.com 就说我有最便宜的 最优惠的机票给你 帮你安排了所有行程 那大家呢 如果用这些类型的 叫做代理 或者一些分销商的时间 就要留意 留意那些什么呢 那个行程 是不是一个一年贯的东西 因为当你光顺了 这一类型的apps 去买一些机票呢 尤其是可能你需要转机的机票呢 那当有问题的时间呢 你就很难直接追到航公司的 你要追到一个apps的 那我们之前呢 都试过呢 买这一类型的机票呢 就是 发现了一个 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呢 原来呢 为什么他们会便宜了 就是 他们那些转机呢 是没有连贯性 就是什么叫做 没有连贯性的转机呢 就是 譬如我们现在 在爱丁堡飞去香港 我们现在在伦敦转机 那是同一间航空公司 去管理了所有东西 就是我们去到爱丁堡机场 check in 了之后 还有那个check in和check out 就是它会去到某个国家之后呢 去了第二个机场 转机 都有发生的 跟着还要自己拿到行李 还要出境 出境去第二个机场 再进入境 再上班机 那这些很细节 有些人未必会留意到的事情呢 就真的要留意 要留意 那甚至乎有些就是 大家都是那班机 大家都是那个航空公司 它会便宜了几十元 就是可能一张八千元的机票 提到几十元 那好像都是便宜了 那但是 到有问题的时间呢 你去查询回航空公司 它就说 你要自己去找那个app去查询 那就已经是隔了一层 就是这些问题也是要去想 去觉得 看一下值不值得 就是省了少少钱 啊 这次回香港呢 又发现了 就是好像大乡你 就是不是大乡你 好像很久没回香港呢 就是三年了 三年多没回香港呢 就是不同了整个香港 某些东西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些人很紧张啊 精神很绷紧啊 节奏很快啊 经常在街上看到人吵架啊 很多傻的人在街上胡亂叫啊 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些 这件事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次的分别就是呢 贵了啦 香港所有东西贵了都很多 就是吃东西贵了啦 我跟朋友说 回到英国跟朋友说 今次我回到香港之后呢 回到英国呢 回到英国 觉得英国吃东西不贵了已经 就是初初我会觉得都挺贵的喔 然后很多媒体啊 很多YouTuber啊 电视新闻啊 都会说啊 英国的东西贵啊 消费高啊 那今次回到香港之后 回到香港呢 觉得不是很贵的 真的不是很贵 很多朋友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 我想是90%以上的朋友 现在在香港的朋友 都是回到内地消费 一到假期呢 就回到内地消费 回去喝喝吃吃 再醒目的那些呢 就回去看东西 看完东西之后 要买呢 都不是在店铺买的了 除非有些心头很特别 立刻想买啦 那都是上网买 上淘宝买 有朋友告诉我 每个星期都会去 每个星期都是一家大小 或者一位朋友 去发掘不同的美食 吃不同的东西 因为实在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还有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是什么呢 舒服啊 即是在香港吃东西 香港人一定知道啦 或者我马来西亚的朋友 高佬他们去香港就知道啦 我们走去吃糖水 好笑的 当故事那样听啦 大家信就听 不信就算啦 香港朋友知道一定是真的啦 那我们去吃糖水 那间糖水店小小的 即是只有20个位左右啦 那我们就在门口排队 等一下就进去吃 那一坐下就叫叫吃 接着呢 那个不知道老板还是侍应 就跟隔壁那台说 隔壁两位小姐 那他们在吃着 还没吃完 那就跟他们说 还有没有东西加啊 没有东西加就先买买单 接着那两位小姐 我都没吃完 哈哈 回答他一句 那那个市映就说 哦 我不是催你 不过门口很多人在等着 叫你买订单而已 即香港吃东西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有压力的 即你不要说一些小型的店铺 很生意的店铺 很多人排到的店铺 甚至乎一些很高级的地方 都是这样的 很高级的地方是怎样的呢 那你通常入座之前就会告诉你 这一餐饭只有90分钟给你的 那么 包括你去叫东西吃 等东西吃出来 跟着你吃 吃完之后呢 就差不多很快就要你走的了 尤其是如果你多人 多朋友一起去吃饭 那你当然是聊聊天 慢慢 去聊聊聊天 去联谊一下 吃一餐饭过半钟 即是两夫妻 那你自己一个人去吃 一定可以啦 半个钟搞定啦 是不是呢 但是多人去吃饭的时间 你等你上的菜来 都用了半个钟时间啦 又叫东西 到等到上的菜 是不是都已经半个钟 或者再多些啦 那吃得来 都没吃完有时候 他们就会走来收饭的了 没吃完收饭 以前就放在牙籤上 现在不是的了 是来收益 收盛的了 跟着就可能好些的 放个水果拼盘给你 叫你快点走 就是这样啦 但是朋友告诉我 回大陆消费就不是这样啦 所以吃饭呢 就是地方可能多些啦 可能竞争都大些啦 还有他们那个 成本没那么高啦 可能租金没那么高啦 那一来那个 吃饭的价钱便宜了很多啦 二来那个质素是很高啦 就是无论你那个装修啦 食物质素啦 或者招呼你那个质素 都是高了很多啦 那现在香港的情况是这样 甚至乎有一些是 朋友是拿到那个 可以开车上去的那个通行证 那一拿到呢 就会开车上去 现在香港人可以开车上去 玩闲公司呀 或者一间公司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呀 就是好像我以前 在马来西亚拍的那些呢 又一排来排去的那些历险活动呀 又有一些小型赛车呀 又有一些跳弹床呀 很多不同的活动给你玩呀 那你可以玩之外 又可以去买东西呀 又可以去买东西呀 又可以吃东西呀 又可以看电影 什么都可以 那有一天的娱乐 那么消费就可能是香港的三分一 或者二分一就搞定了 那你说 是不是变成了香港那个竞争力呢 就是变成了在香港消费的人越来越低 除了一些必须的消费 例如吃饭呀 或者吃饭呀 那些必要消费啦 其次就是 真的所有东西都不上了 买东西也是淘宝 按两个键 这样两天 一天就已经到的了 已经很方便了 那有些观众呢 都有留言 在我们那里留言呢 或者私讯呢 就说 喂你都是回不了回头的啦 你都是一辈子在英国的啦 生活的啦 这样搞法 或者有些观众呢 另外一边呢就是说 喂 为什么不死回香港呢 拍一些片 拍到香港那么好 那么多东西那么漂亮 那么在我个人那个 在这一刻呀 今时这一刻 在这一两年里面 或者这一两三年里面呢 我的生活都应该 是留在英国 刚刚我回到香港 这一转呢 差不多三个礼拜 某一些位呢 我会觉得辛苦的 就是很有压力的 就是可能已经习惯了 在外面生活呢 是比较悠闲些 生活空间多些 为什么香港人那么喜欢去街 吃饭 逛街 某一个程度 某一个原因 就是家里的空间太小 太少了 没有 就是整天留在家里呢 可能会有很多争执 很多压杂 很多喊杀 还有没有什么空间给自己 就是有时候想静一下 又不行 或者有时候想播大声音乐 吵一下又不行 那变成为了有出街 找朋友 去吃饭 去逛街 去看电影 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我现在在英国生活 或者在马来西亚生活都好 因为住的空间是足够的 我们家里一家三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好像现在这样 我在客厅里拍片 太太就在房间里聊天 跟朋友说怎么样 那女儿在自己的房子里做自己的东西 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间 还有多了个脱房的空间出来 还有花园 还有花园 前花园 后花园 我们都没用 那没有一个欲望 是要整天离开家里 我们是很喜欢在家里面 就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大部分的 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我们娱乐 休息 都在家里面 就很不同的感觉 有那种舒服在那儿 那你说当然你去 买东西 那些人经常说 哇香港啊 日本啊 中国啊 你想要什么有什么啊 要买什么有什么啊 要吃什么就有什么啊 这个是的 绝对是的 那 但是 又说回头了 今天我第一个话题就是说 环保啊 有没有需要啊 为什么要不停买东西啊 就是需要 还是想要 还是 逼自己要 有时 好 接着转到第二个话题了 第二个话题就是说马来西亚的 那马来西亚呢 第二家园计划 前几段片呢 就我有提过了 有个新的消息 马来西亚政府呢 就 在那边 准备推出新的第二家园计划嘛 又分三个阶段 那今天呢 想讲一个重点 之前我很想很想讲的 不过一直没有时间 去拍这条片 那今天呢 就顺便讲一讲 就是说其中 在这个第二家园计划里面呢 有一个条款 你只要给一大块钱出来 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永居权啊 永居权的意思啊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呢 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签证之后呢 就可以永远在这个国家居住 就不会赶你走的 正常不会赶你走的 那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那我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三年 认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 马来西亚朋友 有高的有低的 什么类型的朋友都有 那他们经常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说 你是一个华人 在马来西亚拿到这个永居的身份 是非常之困难的 因为始终马来西亚呢 现在持续的都是马来人 那他们都会挺保护他们的民族 就是如果你是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种族的人呢 就很容易的 拿到这个永居权 但是你是外面的人 不如你华人 或者印度人那些呢 那马来西亚三大种族嘛 马来族 华人 和印度族嘛 那其他那些种族的呢 就很难拿到一个永居权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如果真的这个第二家园计划 可以用钱可以解决到呢 我相信呢 是会有一大量的人 不想在他自己国家 长期居住 或者想拿到其他国家的身份的人呢 就会涌去马来西亚那里的 是涌过去呀 有钱的人 有能力的人 那就涌去那里 那就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形成的问题就是说 好似当年 2019年 2020年的时间 大量香港人 申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而导致 可能是导致政府要考虑一下 究竟为什么突然间 那么多人想涌入我这个国家那里 跟着就撒停了 那今次这个计划 如果一推出了 又是有大量的人去想拿这个永居权 是不是更严重呢 就是我们当时想拿的第二家园计划 的身份只有十年而已 十年之后你可以不逐给我的嘛 那都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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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次就是这个永居权究竟是怎样给出来呢 用不需要再申请呢 因为以我所知就是说 譬如你在马来西亚想拿一张永居的身份证 就是你在外面的人想拿呢 你要去一样都要计分的 就是计你的学历啊 技能啊 语言啊 诸如此类啊 详细那些呢 先看一些资料去看看怎样计算 那么 再去经第二家园计划 拿这个永居的人 用不需要都要跟这个制度 去这样计分去拿 还是说求其我给了够钱 就立刻给你 就是好像买回来那样呢 那就是 现在还是未知道的 那看一下 之后呢 政府呢 马来西亚政府呢 详细的公布之后 那我又可以 找多些这些方面的资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 讲完香港 讲完马来西亚 那今天最后一部分呢 又讲一下英国了 那英国呢 近期啊 的天气呢 又真是挺差的 那我们是住在苏格兰的 住在苏格兰的朋友呢 应该都很大很大感受到 原来 我们住在苏格兰北部的朋友 和住在英国中部啊 伦敦啊 八明寒啊 曼城啊 这些地方的朋友呢 天气呢 不是差太远的 那温差也不是差太远的 我们苏格兰呢 不是冷很多的 原来 想当年我们上来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跟我们说 哇你去住苏格兰冰天雪地的哦 冷死你的哦 没有生活的哦 抑鬱病死的哦 你会 一到冬天的时间呢 那天又快黑的哦 那但是住下了之后呢 我发觉呢 原来呢 在这里 和在英国中部呢 其实是差不多 好像我们零度 英国中部 伦敦啊 八明寒 曼城也是零度 我们五度 他也是五度 有时我们会冷他们两三度 但是很少会冷下面十度八度的 好像早一个星期大风雪那样 在中部的地方大风雪 我们这里都没有大风雪的 都是下雨 因为我们这里比较暖一点 没那么冷 反而 那但是到了夏天的时间呢 这里的天气真是很漂亮的 很舒服的 就是长期都是keep住十几度 二十度左右 就是又不用穿很多衣服 又不用说 热到飞起那种感觉 那 唯独是冬天呢 是一个挺不好的天气的季节来的 现在呢 是一月二十日 很多点啦 一月尾呢 那天呢 都是keep住下雨 下雨 大风 凍 好像今天是六度 但是天文台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今天大风 所以你那个感觉呢 是去到一度的感觉的 但是那个天黑的时间呢 已经是提早了啦 即是长了 日光的时间长了 天黑的时间迟了 现在呢 我们去到四点多呢 那天还是干干的 就接近五点了 才开始黑曬的 那在圣诞节那时候呢 应该是三点多就黑曬了 那很开心的时间呢 就是说 最黑曬的日子呢 就其实已经过去了啦 现在是慢慢慢慢等着光明的来临 即是日照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们每一个星期的日照时间会多些 每一个星期的日照时间会多些 整整整整整到差不多 就差不多成九点十点才天黑的 跟着我们那个生活呢 就开始来回了 那所以呢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 都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去接受呀 要去挑战呀 要去适应呀 要去适应呀 好像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生活 那样很热很热 其实又不是很热的 很舒服的 不用开冷气的 那又来到英国 很冷很冷很冷 那其实 在家里面又有暖气的 又不是说冷到要死的 出街我平时都是 穿一件T恤加一件外套的 就算我零度也是的 都很少去穿三件衣服的 多数都是穿两件衣服的 那大家又不要拿我来做例子呀 可能是冷死的 因为我是不是很怕冷的 还有 一件T恤在里面 一件衣服 挡得到风 补到暖的衣服 那我走出门口 那车就在门口了 都不用二十步去到车 接着就上车了 上车 没那么冷的 在车里面肯定 接着就通常开车 就去到商场的地方 下车就入店铺了 或者超市下车 又走三四十步 五十步就入店铺了 那你说能冷得去哪裏 走三十步就会穿多两件衣服 穿多一件打底 穿多一件像这些围衣在中间 那会有不同的 所以 适应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去那裏生活 就要去适应那裏不同的东西 好 今天影片结束之前 都希望大家 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给个like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在留言那裏 写个一字 就代表你们喜欢的 或者有些闷的 就写个二字 但有些闷都看到这里 都很多谢你们的了 最后最后 这次回到香港之后 回到爱丁堡 回到爱丁堡 我会发觉 我们在这裏喝茶 比香港的名都好吃 統一中心那一家 上次和高佬去完名都之后 我就一定决定了 觉得我们回到这裏再喝茶了 不再在香港喝茶了 拜拜 下次再和大家见 再见